记得在一年前 我尝试将一些汉字写入种子嘛 发现非常牛逼的种子 今天这则影片 我们来尝试将一些网络梗写进去 看看能不能发现神众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先来一个压压场的 出生的地方是一个看不见边的血缘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村庄 前期发展基本上得靠这个 这个3D揽下色的话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黄金切尔西 最神奇的是鞋子直接对应底下的水沟 找一个地方挖下去 直接入水中 直接入水中 你能发现黄金往后走 便是一个超大矿洞 这里可以一次性挖到7颗钻石 这里又可以挖到2颗 啥也别说 穿上你黄金切尔西来闯荡吧 接着我们来试试卖瓜 一出生就在水里 差点给我淹死 一个沼泽地 这边见到一个地狱门和女巫的家 还送两只海龟 沼泽真的很大耶 找不到沼泽地的可以试试 所以我的瓜呢 不是 好歹给个瓜 让我好跟观众交差吧 朋友们 跟你们说件事 其实这个沼泽地全是西瓜 是皇帝的新瓜 一般情况下看不见 只有喝下夜市药水才行 不幸请看操作 看到没有 西瓜展现出来了吧 超级神奇的有没有 你们快点试试 试试这个 相信放火一定能给大家带来好运 是一片白花木林 后面直接是竹林 再往前飞 变着西瓜地 好家伙 没想到西瓜地在这里 这边是红沙地 旁边的峡谷很有特色耶 是不是该让火哥 给大家表演一个落地水呢 两只我给你们看一个 Minecraft的技巧 就是怎样落水 然后可以用水桶 来让你不会有坠落山海这样子 林边是爱坤识者 坤坤怎么能忘记 不愧是坤坤 前面全是竹林西瓜地 这个矿洞 明显是提供矿物资源的好吧 插根火把在这里安家多惬意 不过最神奇的是 找到了古城遗迹 我们也去练习两年半篮球 说不定也有这运气 接下来看看这个背景到底有多假 那么冷的天 能种出死车局 是有够假的 本来觉得有好康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 太假了太假了 说起好康的 结个起能少 出生是山地 前面有一个超级诡异的峡谷 你们可以脑补一下 这像是什么东西 旁边的是一个孤独的地狱门遗迹 再往前飞 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村庄 这里又能见到一个村庄 第三个村庄 旁边还有寿兵台 找到一个门铃的地方 一直往下挖 地牢完美的被找到 开始还在想 这有什么好康的 没想到这么好的种子 这应该是目前找到最好的 你只会心疼哥哥 一听就知道是开门红的好种子 一个普通的地形 在飞下说不定有惊喜 你们看这个 一些浮空的草坪 OK 今天尝试了大概就这几个 影片的最后 回复某些玩网易 玩出悠悠感的小学生 他们都扔掉是这样子的 总之不能输入汉字 输入的可能会随机生成地图 之前一直没有回复 现在同意回复一下 直接输入单个创始神五个字 可以留意一下地图的样子 在水里面 出来是一片沼泽 退出重新进行输入 出生在水里 是一片沼泽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还想要干的人 建议了解一下 统一码是什么东西 再来干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